是的 修刊王 復堅回歸 獵人可能即將再開 這部漫畫終於不是有聖之年系列了嗎? 即將能夠看到完結篇了嗎? 但那伏筆收的回來嗎? 不免有這種擔憂 不過今天也不是要來談原本的獵人 大家好 我是米甘 不論是對動畫、漫畫、遊戲、VTuber、特色這類 HCG相關話題以及作品的評論與推薦 有興趣的話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同時也歡迎加入已經開啟的頻道會員 可以進入會員專屬Discord群以及擁有其他會員福利 我們的修刊王 復堅 又要重新連載啦 這代表庫拉皮卡終於要下船了嗎? 是時候開始來回顧一下獵人到底說了什麼 一切都是要從大傑被從家鄉趕出來開始 嗯?什麼? 你說獵人的故事不是從大傑開始的 大傑是到切合一篇才有的 等等 你聽不懂現在在說啥 那麼這邊就來簡單說明一下 在獵人的故事中 到後期因為各種緣故 小傑讓自身的身體與力量強制成長 不僅力量上逆天的強 身體變成壯碩的胸櫃 頭髮還直接突破天際 也誕生出了許多梗 廣為流傳 而在小傑與尼菲彼多的戰鬥中 也延伸出了各式各樣的同仁二創作品 一方面是貓科絕對時間的誕生 想看在一支影片介紹的可以在底下留言 另一方面就是如果小傑一開始就是大傑狀態 以這個方面為故事發想 今天就是來簡單介紹一下這個二創漫畫 由漫畫家瓦塔莉所畫的同仁二創漫畫 時間先回到2011年復健的第五次連載再開 然而在2012年復健又修刊了 就在他修刊後的幾個月 在Nikoniko進化出現了一篇獵人的二創漫畫 原文為 原意是太強的獵人 也就是被翻譯為 如果一開始就是大傑的獵人 其內容有趣和玩梗 很快就在當時傳開 基本上就是將原本的劇情從頭到尾跑一遍 但是是一直以大傑的狀態進行 強度更是直接逆天爆表如同一拳超人 每個人物的個性與設定也多少有了改變 蟻王、尼菲彼多和小麥也從一開始就登場 這篇漫畫也因為是二創的關係 打從一開始就把梗王好完滿 可以當作是一部已浮現的獵人搞笑漫畫來看 其中除了大傑和尼菲彼多以外 大多都跟原本一樣 除了蟻王完全變成小麥空 尼菲彼多的設定變成略為可愛呆萌 也變成這次的賣萌被虐擔當 然後大傑的設定就是變成頭腦簡單四肢發達 雖然表情不多 但其實心思細膩 一切都用拳腳解決 然後有事沒事打彼多 對這部漫畫最大的特色就是打彼多 就連某些名場面的構圖也重現了 像是大傑攻擊方式的構圖 還有舊版獵人動畫的庫拉皮卡表情等等 以及蟻王篇的重要情節與畫面 很多都被套用在前面的劇情中 被當作玩梗的方式放進來 漫畫的格式是以一張圖為一個段落一個標題 簡單易懂得快速跳過原作的故事 算是一部有看過獵人原作的粉絲 看了會覺得很有趣好笑的作品 這邊簡單來帶過他的劇情來比對原本的差異 在金魚島的篇章總結就是一張圖 米特阿姨直接與大傑告別 同樣是希望她快點回來 但是是怕會出現大量的犧牲者 所以你這大傑是怎麼養的 順帶一提米特阿姨被設定為極樓空 然後登船和與庫拉皮卡雷歐利認識的情節 這邊直接放到後面獵人試驗問答的回憶中 面對婆婆的兒女被綁架問題 大傑直接回答我就能多救啊 遇到綁架妻子的魔獸 直接把她踢飛 欸等等那魔獸不是夫妻嗎 到了獵人試驗會場 直接把送毒飲料的東巴塞進牆中 然後在第一次試驗的隧道中 與奇阿分在一組 奇阿直接被大傑拎著走一路順遂 但還是有半數在這淘汰 原本在通道內發生的混亂都與她無關 遇到吸索干擾試驗者這邊 直接讓她興奮到下體發光 對就是第二部動畫的ED那個畫面 美食獵人直接被小傑的氣場嚇到 讓全員通過 會場看到小傑直接認定自己打不過她 也沒有了搶球的橋段 就只剩與奇阿彈心 陷阱塔的破解方式就是直接紅包 誰跟你管裡面的陷阱 這裡就有原作變成大傑後的經典表情 但這種情境根本不同啊 號碼牌也是大傑一人碾壓收集了一堆分贓 最終失戀還是讓剩餘的人全部一起對付大傑 還找來了蟻王一群人來助陣 對蟻王提早甦醒還帶著小麥到處跑 最後結果就是大傑直接痛歐 你非彼多 因出手過重取消資格 因此除了大傑以外 其他人都獲得了獵人資格 還有西索也沒獲得獵人資格 這也成了伏筆 而在這裡就沒有說明奇阿為何要回家了 反正就接續到要去奇阿家找奇阿的橋段 還能看到尼非彼多身穿導遊服 在這裡小傑直接將失戀之門打爆 推幾道門都不用算了 三毛連正眼都不敢看了 對著管家見其身卡納莉亞 說沒有救不了的人 下一秒他就被夫人暗殺了 而在奇阿父子的對話中更是透露了這次的設定 就是強大的大傑就連他們都無法暗殺 最後乾脆著名目標是大傑會直接拒絕 當然經典的銅無紙硬幣也是有 想當然那硬幣直接在大傑手上 隨後為了要揍西索 順便還他號碼牌 直接用原發現他的所在地後飛過去 對這裡根本不用奇阿思考接下來要去哪 直接就到天空之塔找西索去了 而在這裡西索也不像原作那樣很期待看到他 變得完全在躲大傑 被這種危險生物追著跑的自然反應 雲古師傅出現的原因 更是以要教他絕為理由 收他為徒 然後他確實也因為絕可以好好出現在西索身後 西索快逃啊 當然蟻王一行人也跑到了這裡 從這一刻開始也證實了比多是這部的麥萌教 第一場比賽還是大傑直接對上蟻王 然而蟻王因為小麥不小心露出內褲 分心輸了 這勝負是在玩命的阿 在這裡查詢復活方式還用死亡筆記本 之後對上的人員中 使用陀螺的極鬥變成用戰鬥陀螺 作者輪椅的黎貝多用了四驅車 直接玩了二創常見的幻物梗 理所當然的也是被痛咒 原作中西索一場比賽中斷了手臂 大傑這裡直接衝出去接了手臂打斷比賽 然後還還了號碼牌 但離開時換自己的手臂斷了 這邊也各種玩了原作大傑的名場面 像是接手臂往下攻擊的畫面 而之後也接到了原作中馬騎縫手的情節 只不過縫的是大傑的手 而這裡也為後面有顆心事埋下伏筆 大傑因為找到了遊戲卡帶決定去拍賣會 蟻王也剛好要去拍賣會 為了籌錢 所以尼菲比多就去跟大傑比萬利了 快逃啊 就在大傑又在虐比多時 注意到了西索 所以西索直接把自己幻影旅團的身份給了他 大傑就這樣混入幻影旅團 入侵拍賣會場 蟻王這邊為了賺錢 而加入了庫拉皮卡所在的保鏢團中 之後庫拉皮卡在與幻影旅團戰鬥力發現了大傑 則知幻影旅團是庫拉皮卡的仇人後 大傑就在鎖鏈還綁在身上的途中 把紋身撕了 直接造成庫拉皮卡身亡啊 這邊解釋一下在原作中 庫拉皮卡對自己的制約關係 不能攻擊除了幻影旅團以外的人 但是否這樣撕掉西索給的衛裝 就算離開呢 之後大傑也讓尼菲比多把庫拉皮卡復活 這之後尼菲比多也變成了大傑的治癒機器 暗殺團長的情節也因為欺壓爸爸不想去 於是爺爺找來了大傑一起對付團長庫羅羅 就算中了毒 大傑因為有尼菲比多毫不猶豫的斷了手臂 擊敗團長後 庫拉皮卡綁住他的畫面 還二搞了死亡筆記本的夜神月 而到這邊就如同原作一樣才到一半 一直到最新的黑暗大陸都有 就連劇場版的內容也都有在裡面 像是人偶斯製造了一大堆大傑讓眾人絕望 一大群大傑唯有尼菲比多 最後留下殘破不堪的尼菲比多 後續也是跟著附件的進度都有在更新 同樣也是把梗完好完滿 但都已經是大傑了以往又出現的狀況 要怎麼進行到後續這設定上居然有解釋 接著進入貪婪之島後 開頭直接用大傑的頭髮當分鏡 一開始進入就直接被彼斯吉找傷 而且從一開始就是解放的肌肉彼斯吉狀態 還被大傑吐槽是不是太早出現 就連目的都不同了 雷扎出場直接吐槽會不會太快 畢竟進入貪婪之島篇也才過七夜 看到大傑後內心還向金求救 炸彈魔事件中 甘肅直接穿著炸彈超人的造型出現 你就是炸彈魔誰看不出來啊 受害者就只是變成爆炸頭 但大傑看起來非常怕 是因為頭髮是象徵物嗎 然後這裡又重現西索裸體的畫面 看看比斯吉那表情 之後同樣也有中途回去重新參加獵人試驗 但這次是西索、尼菲比多和大傑 原本想藉口逃離的西索 在這又碰上大傑 兩人也在大傑的幫助之下 成功獲得獵人之兆 讓尼菲比多產生出了大傑其實人很好的錯覺 小姐你暈船啦 在各種狀況後 眾人回到雷扎那邊闖關 果烈奴直接被一球砸中 連團隊都沒進去 連貓科絕對時間都沒用 呃...原本有用過 西索的蛋蛋還被大傑的球反彈擊中 當然也有抓著球讓大傑打的情節 但這邊一樣變成虐比多 總之躲避球篇就在還原的招式中結束 雖然好像又有點不太一樣就是了 原本使用陣型接球的變成蟻王方 但是是在尼菲比多的夢中 最後大傑也在犧牲頭髮之後贏了甘蘇 不過還是用了大天使的摧襲治好了 你恢復你的長髮幹嘛啊 比斯吉則是用了回春藥變成小女海洋 接著的蟻王篇雖然還是有戰鬥 但都不震驚 這漫畫有震驚過 發起戰爭的原因還是因為女王下令排除現衝 最後大傑都已經變成大傑了 還要怎麼暴走 所以大傑爭執了 然後王還是沉浸在各種小賣除的狀態 骷髏肉與西索也在這裡混在 尼菲比多與大傑的問題當中 簡單來說大多都是看蟻王方在賣萌 和虐比多 幻獸獵人暴褲兒 直接臣服在比多的肉球下 還被幾個可愛動物征服 我也想要 欸不是 之後選舉篇中 雞鴨為了把大傑變回一個 所以才回去找阿露加 然後阿露加的要求居然是 要大傑去踢尼菲比多 我看你也是很懂 一樣是在一些人擔憂會成為大傑的受害者下 投票順利進行 會選舉的原因 不是因為會長掛了 而是會長擺核控覺醒 而踏上旅程 最後結果為 大傑、西索、尼菲比多、庫洛洛 展開一場主死戰 這也就是選舉篇大致上的劇情 在2020年這二創漫畫 同樣有更新到黑暗大陸篇 這種漫畫當然還是自己去看會有趣多了 前面也有許多有趣的劇情 以及惡告 這邊都沒有講到 因為蟻王篇真的太長了 而且劇情基本上大改 但又不是原作的味道 而且裡面還有很多尼菲比多的福利圖 如果對這樣的情節有興趣 也可以去看看 凱特活下來了 大部分的角色也都沒什麼傷亡 雖然說受大劫波及受傷的還是不少 但幾乎還是虐尼菲比多居多 對於有看過原作的觀眾來說 這二稿漫畫應該會時常會心一笑 作品連結和作者推特 我會放在底下的資訊欄 也很高興附堅重新連載了 這次能堅持到完結嗎? 貓科絕對時間又是另一個故事了 那麼這支影片到此結束 喜歡的話可以點讚、分享、訂閱以及加入頻道會員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提出建議以及討論 那麼我們下一次影片見 掰掰